欢迎大家收看AI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OpenAI非常便携 在曼阿密海滩的艺术周 迷失并重新找到自己在这位艺术家的迷宫中 谷歌的新AI模型使纳斯达克飙升 安德鲁、推蒂弗雷斯特加大清洁能源运动力度 奥交所预计将下跌 在圣诞节前夕 已故的吉米 斯图尔特为大家带来了一则全新的睡前故事 AI的来速公司透露 70%的订单需要人工 请大家收看 OpenAI非常便携 彭博社 开放AI决定重新雇佣 Sam Altman 此前他离职加入微软 这一决定揭示了公司董事会和员工之间的权力动态 在一封公开信中 开放AI员工威胁称 如果不恢复Altman的职位 他们将辞职并加入微软 尽管这一威胁无法执行 但它凸显了员工 在公司内部拥有重要权力的事实 特别是如果他们对某位特定领导忠诚 这一事件还揭示了员工股权交易的增长趋势 即私人公司允许员工和早期投资者套现股份 这种流动性选择与从私人投资者筹集数十亿美元的能力相结合 使公司能够避免上市 一份关于人口老龄化和银行风险承担的最新论文表明 拥有许多小型银行可能会加剧老龄化城镇 缺乏借款人的问题 小型银行可能难以在本地社区找到合适的贷款机会 被迫在其他地方进行更冒险的贷款 这可能对客户群有限的小型银行构成挑战 今年早些时候 硅谷银行SVB的崩溃 也展示了匹配借款人和储户的挑战 SVB的主要客户是初创企业 他们从风险投资获得了大量资金 因此不需要银行贷款 这导致SVB存款过剩 没有合适的贷款机会 从而做出了糟糕的资产配置决策 随着技术的进步 金融打印机在证券发行和上市公司合并中的作用显著减弱 以前 打印机在最终确定和打印证券文件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通常需要通销工作以满足紧迫的截止日期 然而 计算机现在可以更容易地进行文档格式化和归档 减少了传统金融打印机的需求 虽然仍然存在一些打印服务 但他们的角色已经转变为为初创企业创始人提供精美的照片展示 在曼阿密海滩的艺术周 迷失并重新找到自己在这位艺术家的迷宫中 雅虎 智利艺术家塞巴斯蒂安·埃拉苏里兹在曼阿密海滩上建造了一个迷宫 旨在鼓励人们在科技主导的世界中进行人际互动 这个足球场大小的迷宫名为Maze Dreamy Through the Algorithmic Self 历史两年 是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设计的 这个迷宫旨在促进人类的联系 四个入口通向一个中央广场 游客被邀请在那里冥想和交谈 埃拉苏里兹的目标是在科技主导的时代 创造一个人际交往的空间 谷歌的新AI模型使纳斯达克飙升 安德鲁推蒂弗雷斯特加大清洁能源运动力度 澳交所预计将下跌 澳洲ABC 尽管谷歌推出新的人工智能模型后 华尔街股市出现了一波反弹 但预计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ASX周五将开盘走低 福特斯克金属公司主席安德鲁 小树枝弗雷斯特也在COP28会议期间 加大了他的清洁能源运动 在圣诞节前夕 已故的吉米 斯图尔特为大家带来了一则全新的睡前故事 CNN 已故演员吉米 斯图尔特的声音被用于创作一段舒缓的圣诞睡前故事 这得益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这位生活多美好的主演于1997年去世 他的声音经过了演员家族和CNG Worldwide管理的遗产的批准进行了复制 这个名为美好的睡前故事的音频故事 是睡眠和冥想应用COME的睡前故事系列的一部分 该应用与声音克隆公司Respeacher合作 使用几十分钟的现有录音与一位配音演员朗读故事 已创造出与斯图尔特相似的声音 AI德莱素公司透露70%的订单需要人工 彭博社 人工智能驱动的德莱素技术提供商Presto Automation透露 其所谓的自主系统依靠异地代理来支持其AI聊天机器人 这一启示是在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中 以及Presto营销的变化中做出的 该公司表示 异地代理帮助训练系统 并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减少人为干预 Presto此前曾将聊天机器人推销为在 几乎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接受订单 该公司目前正在接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 今年 它的股价下跌了60% 价值不到5000万美元 Presto的德莱素技术 被包括Checkers和Carl's Jr.在内的客户使用 批评者表示新推出的RSV婴儿疫苗的推出不力 让儿科医生感到担忧和沮丧 雅虎 歇药短缺导致美国儿科医生感到担忧和沮丧 正值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 预测第二个连续的呼吸道和包病毒 RSV季节 CDC与疫苗制造商赛诺菲 阿斯利康和热电费舍尔公司会面 敦促他们加快生产速度 为婴儿提供更多RSV免疫接种 新生儿 早产和患有潜在健康问题的儿童 最容易受到感染 美国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儿童 也面临更高的风险 被誉为对抗婴儿 RSV住院的有力工具的新型单克隆抗体注射剂 NIR7MAP 然而美国各地的医生 报告了令人担忧的短缺情况 将责任归咎于制药公司赛诺菲 CDC已介入 通过联邦儿童疫苗计划 帮助分配剂量 赛诺菲表示 真正前所未有的需求导致供应不足 字母股票飙升 华尔街为AI模型Gemini的到来 欢呼雀跃 加拿大环球邮报 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股价 在推出其新的人工智能 AI模型Gemini后上涨了5% 据说这款AI系统比OpenAI的模型更快 可以处理各种形式的媒体 分析师们认为 Gemini的发布可能有助于Alphabet 重新夺回在AI研究领域的领导地位 并解决投资者的担忧 这发生在Alphabet的云计算部门 增长速度较慢的同时 微软Azure受益于对AI功能的增加支出 参议员们预计 人工智能委员会的工作将在2024年加速展开 华盛顿邮报 美国参议院人工智能两党工作组的领导人 由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尔斯 舒默领导 预计关键委员会将在明年 加大起草人工智能立法的努力 因为他们的私人论坛即将结束 该组讨论了 在2024年选举之前 采取行动的必要性 以防止技术被用于扭曲在线政治言论 然而 尽管已经提出了一系列 监管人工智能工具和促进发展的措施 但工作组尚未公开支持其中任何一项 参议员麦克朗兹表示 工作组不希望规定立法的具体形式 但希望将更多人引入这个过程 与此同时 参议员乔西·霍利表示 对论坛没有任何进展表示担忧 并计划通过立法来豁免生成是 人工智能工具免受科技行业的法律保护 OBR首席表示 亨特和苏纳克应对预测错误负责 英国每日电讯 预算责任办公室OBR主席理查德 修斯将该机构的预测错误归咎于政治家里希 苏纳克和杰里米·亨特 修斯表示 OBR对经济的预测必然会包含错误 因为该机构被迫接受政府的支出计划 修斯声称 由于部长们无法遵守计划 预测可能会偏差高达300亿银 公共账目委员会主席梅格·希里尔此前曾呼吁 对OBR的权力进行审查 道琼斯指数自2000年以来首次落后于标准普尔500指数 Yahoo 根据Datatrack的一项研究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自互联网泡沫以来落后于标普500指数的幅度从未如此之大 截至2023年 道琼斯指数上涨了近9% 而标普500指数上涨了近19% 这种差异是自2000年以来最大的 道琼斯指数的表现不佳是由于其对科技行业的有限接触 而科技行业占标普500指数的40% 2001年和2022年道琼斯指数的相对表现暗示了最终的逆转 Datatrack表示 2024年将是非科技股的关键年份 欧盟·中国峰会 对北京在俄罗斯和贸易问题上施加更多压力 南华早报 欧盟呼吁中国阻止其公司向俄罗斯军方销售受制裁商品 欧盟领导人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的会晤中提出了这个问题 欧盟声称 中国公司一直在向莫斯科销售具有商业和军事用途的欧洲制造产品 绕过旨在削弱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活动的制裁 欧盟希望中国能就此问题采取行动 但也警告称 如果不采取行动 将有13家中国公司被列入欧盟制裁名单 双方还在会谈中讨论了其他有争议的问题 包括俄乌冲突 欧盟呼吁中国利用其对俄罗斯的影响力结束冲突 并不向俄罗斯提供致命装备 然而双方也存在合作领域 包括人工智能和气候变化 这次会谈发生在意大利决定退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 欧洲关于世界领先的人工智能规则的讨论已经暂停了22个小时 将于周五重新开始 美联社 欧盟关于综合人工智能 AI监管的讨论在22小时后 未能达成协议而暂停 这些讨论主要围绕欧盟提出的人工智能法案展开 将于周五上午继续进行 谈判涉及有争议的问题 如生成式人工智能和AI驱动的警方面部识别 欧盟立法者在如何监管基础模型方面存在分歧 同时对于全面禁止面部识别系统也存在分歧 一些成员国希望将其用于执法 官员们希望在欧洲议会明年选举前达成政治协议 并希望在12月底前完成人工智能法案的最终版本 谷歌声称其新的双子座人工智能 在很大程度上优于ChatGPT 澳洲ABC 谷歌推出了Gemini 这是一种人工智能AI模型 旨在以类似人类的方式形式 Gemini已集成到谷歌的AI聊天机器人BAR中 并将于2024年初发布更高级的版本 该技术最初将提供英文版本 但谷歌高管预计它最终将支持其他语言 Gemini也将被整合到谷歌的搜索引擎中 虽然谷歌声称双子座在数学和物理方面拥有先进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但批评者警告说 潜在的失业和错误信息的放大 Rishi Sunak的卢旺达计划可能会奏效 如果他不安分的后座议员们能够接受的话 英国每日电讯 英国财政大臣Rishi Sunak计划将寻求庇护者驱逐至卢旺达 这是保守党解决非法移民问题的唯一选择 据《泰晤士报》的一篇专栏文章称 文章作者认为 如果下周对新的卢旺达法案发起反叛行动 对保守党来说将是自杀行为 文章继续指出 剥夺被驱逐至卢旺达的人在人权法案下的所有保护措施将破坏这项协议 他们认为 Sunak的提议是阻止非法船只渡海的最佳机会 并建议英国与卢旺达的协议可以成为其他欧洲国家的典范 文章总结说 尽管Sunak的计划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但这是保守党所剩下的唯一选择 大学让邪恶在校园蔓延 他们不值得生存 英国每日电讯 美国一些顶尖大学的校长们出席国会会议 讨论美国校园上反犹太主义的上升趋势 然而 这些大学领导人在回答有关呼吁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 是否违反他们学校行为准则的问题时 遇到了困难 大学校长们的回答含糊不清 暗示这样的言论是否可接受取决于上下文 作者认为 如果问题涉及其他任何少数群体 回答可能会有所不同 亲爱的观众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一如既往的为你们带来最新的新闻报道和深入分析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新闻吧 首先 开放AEI决定重新雇佣 Sam Altman 这一决定揭示了公司内部的权力动态 员工们威胁辞职并加入微软 这凸显了员工在公司内部拥有重要权力的事实 同时 员工股权交易的增长趋势也在不断扩大 这使得公司能够避免上市 另外 一份新的论文表明 拥有许多小型银行 可能会加剧老龄化城镇 缺乏借款人的问题 小型银行可能难以在本地社区 找到合适的贷款机会 被迫在其他地方进行更冒险的贷款 这对于客户群有限的小型银行来说 是一个挑战 此外 随着技术的进步 金融打印机 在证券发行和上市公司合并中的作用减弱 计算机现在可以更容易地进行文档格式化和归档 减少了传统金融打印机的需求 打印服务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 他们现在更多地提供精美的照片展示 在艺术界 智利艺术家塞巴斯蒂安 埃拉苏里兹在迈阿密海滩上建造了一个迷宫 旨在鼓励人们在科技主导的世界中进行人际互动 这个迷宫是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设计的 旨在促进人类的联系 接下来是科技新闻 谷歌推出了Gemini 这是一种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据称比OpenAI的模型更快 可以处理各种形式的媒体 这可能有助于谷歌重新夺回 在AI研究领域的领导地位 最后 欧盟关于世界领先的人工智能规则的讨论已经暂停 将于周五重新开始 谈判涉及有争议的问题 如生成是人工智能和AI驱动的警方面部识别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总结 我希望你们都喜欢 现在 我想邀请你们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的想法和观点 你们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请随时提问 我会尽力回答 谢谢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